最近生活里的变化很多 新生命的出现 嘟嘟的外公外婆回国了 而我呢也开始了新的工作 离开职场两年多 一下子变成双职工带娃的日子 确实适应了一阵子 那这些变化中最有挑战的呢 不是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也不是在经历一次运气的种种不适 而是和孩子一起磨合新的生活模式 自从变成嘟嘟爸爸 就送他上下学 一开始他撕心裂肺的哭了一周多 然后我们也懒得做饭 所以已经带他吃了三周的外卖了 然后嘟嘟爸爸主要是work from home的 所以他也变身了闲内住 承担了一切洗衣打扫的活 有天我问嘟嘟妈妈拿工资了 你想要什么礼物 他想了半天之后说 想要妈妈陪我画画 对于孩子来说 比起物质 他们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 但是时间和精力又是很公平的东西 自从我上班之后发现 下班之后想做到高质量的陪伴 实在太难了 有的时候我真的只想搁油摊 那为了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我们尽可能的让机器去承担琐碎的家务 最近我给我们家闲内住 添了一台吸地洗地液体机 平时神兽在家制造的各种污渍残渣 都能轻松的清理干净 像地板地毯瓷砖的清洁 靠这一台就能搞定 如果你们家有小毛孩 他还有专门的宠物清洁模式 而且这台机器 40秒就能完成自我清洁 我们就不用担心 因为没有及时清理它而发妹了 真的是帮我们这种双职工带娃家庭 省了不少力气 那我现在已经重返职场一个月了 我就深刻地意识到 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不是靠妈妈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而是需要每个家庭成员都做出努力 孩子要习惯父母的陪伴变少 爸爸要负责更多琐碎的家务 这样子妈妈才能安心去上班 我想等二十台出生以后 还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那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我们下期见